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可以來介紹今天的講完 吳君小姐 吳君小姐 她是立書的研究的 她不是研究而已 她說將她所研究的結合來做發表 所以發表她最主要是 切割 策劃 跟展覽 人在聽她文化的中間 她說為什麼要做這個策劃和展覽 就是要讓這個228 或是810 恐怖的數點 可以真正真實的呈現 真正在哪裡 她想要讓我們台灣 以及國際社會 可以知道過期我們台灣的數中間 有什麼這個22810 跟810 恐怖是怎麼發生的 因為有本政府申請一些主料的密檔案 總是在這個中間 她發現有一點是沒辦法 真正去給人 因為這個立書工作者可以做密研 所以立書工作者對中華和我們中華的合理感 她以求北九年代 去到法國留學 她最主要的研究是文化和社會的部分 所以提到法國巴黎代行的文化社會的色素 以及她也是普遍的好選人 後來回到我們台灣 她在民主運動和過期的民主 裡面做很輕人研究 差不多20個 她對疫苗Q7年代行 對米歷道的屬性的口述歷史 一個價位的代行 一直到憲主席 她都做大明月的很多紀念館 或是有人邀請她做這個切尾和電欄的主要主持人 她有很多作品 特別是她禮拜來賓 她都做過差不多10天的一個電欄 在這個電欄中間 和我們台灣很多在做 二、二、八、四天研究的家族者 或是做這個立書的紀錄者 她有很輕的結論作為 所以可以說 她所作的資料 都是對她挖掘的真相 要做真相 放在社會上面 所以她的資料是非常寶貴 她所作的資料 都總有二、八、四天 差不多四分 米歷道的四天也差不多四分 以及台灣民主運動的這個部分的紀錄也有三分 所以對這個二十年的研究裡面 我們知道有很多人數的資料 可以對她的分享裡面 怎麼可以給她證測 所以這是我對她的介紹 所以我會從她的時間告她 給她用我們的分享 讓我們發明不了解 民主的情緒到底是什麼 我們歡迎她 大家好 大家好 感謝郭國師的介紹 我從二十年前 由於法國回來 我就開始研究米歷道四天 我是給台灣的歷史感動的 因為看到我們的歷史裡面 看到台灣人的民主 民館 打招呼 而且覺得醫生生命也沒關係 我發了一些很動人的力量 我也開始憔悴 有什麼在那裡的危險的時候 在那裡還會走向反對運動 很多人告訴我 因為是在那裡的營養 因為在那裡的時候 看到台灣人 紅線線 可是品質的妖感 不怕而已 他也看到 那陣子的學生軍 跟政府軍在很多 前面倒下去 後面一拍又笑著 不怕而已 不過有什麼 大家說到的禮拜的時候 都不覺得說 他們做生活的勇敢 都說什麼都不做 有什麼人嗎 有 不過我還想要找的是 我們藥宿裡面的英靈 那些敢於起身 對抗這個貪腐的政權 那我一直在尋找歷史裡頭 這些美好的靈魂 我真的在裡面當中 發現很多很多 那時候 為了更美好的台灣 下去奮鬥的這些生意 這樣子 那我接著要開始我今天的報告 那也請大家完成 因為我用台語演講 可能沒有那個能力 所以我就會 可能台語跟中文 來做話這樣說 這是陳陳波的淡水木色 在2007年的時候 在香港的家事的拍賣會 以2.1億元拍賣出去 創了當時華人油畫的最高價 2007年是2016年的時候 當中台灣人跟世界說 我們有一個這麼優秀的藝術家 在2008年為了好朋友來移生 我們 他出生在1895年 死在1947年 這兩個時間 對我們台灣人來說 都很特別的 那都是老花的時候 1895年 為了我要讓日本人通敵 到處十幾萬台灣人揭竿而起 最重要的一場戰役 就是以外的家鄉 彰化八卦山 是很多人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願意再做 被統治者 可惜失敗了 過來日本人通敵 1947年 又換了一個政權 換了語言 換了政府 換了國家 又一次流血 同樣的 在我的理解 一當中在台灣 不願意再輪為被統治者 陳成波一個藝術家 他的出生跟死亡 居然這麼戲劇化 好 我想先用兩個人的故事 來開始今天的演講 這就是陳成波 這是1945年 一位董 那時候他很高興 還有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 大家很高興 他的日子裡 裡面有寫三 他說歡喜之聲 他說 台灣光復 天地之草木 與天同慶 可興可賀 他說我生在前興 可以死在漢室 是我這輩子終身之所賴 你可以看到他那個激動的心情 不過有些什麼 1947年 三位在我後 他的日子穿伞 這是他穿伞的時候 他太太 他穿伞 你看 那藝術家的手軌 這麼修長 可是那個子彈穿過他的胸臺 你看他的眼睛沒有合上眼 留下那個時代 讓人最浪漢的這個畫面 這張照片 一直到五十年後 才把他拿出來 所以 陳陳柯的事情 讓大家注意就是 這幾年的事情 你看 帝多親 帝到這樣都不敢說 那到底是有什麼事情 我們能看他的遺書 他第一句說什麼 他說 他還以十二萬同胞來死 無敗 他這樣跟他的兒子說 他這樣跟他的兒子說 他想讓他們驕債 更清楚 他說我為了 跟他十二萬七年來改為 跟施當局 來講這個 怎麼好便來改館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建戶 如果有人民關口 他就是 開錢 台灣人 沒有人說 就讓他大戲 所以台灣人也集結起來 跟這裡 黑白開錢的政府軍對抗 不然 讓這些政府的軍隊 還跑去市區 還黑白開錢 跟老百姓打死 所以人民的軍隊 就把政府的軍隊圍在水上機場裡面 不過這樣還繼續作戰下去 人民死亡 政府軍也死亡 還要怎麼辦 就是當天沒有人家的民意代表 你去紀念裡面 所以說怎麼來好便改館 大家看到 因為能夠通國語之故 那時候台灣人還沒有說 我走路了 不過陳陳波在日本 他找了 他去燒海 找他找 所以他要說到話 那時候你要跟軍方 攤盤 需要來 說到話 所以當天沒有 因能通國語之故 所以他去 結果 所得經殺生之火 他為了解決民族自有之心 他絕對問心無愧 可心不達目的而往 他在三月二十六號 請了三 這是他三月二十四號 你看明天就要去幫請了三 你看他的心這麼乾淨 說我為了解決民族自由之心 說我為了解決民族自由之心 其實大家不知道有了解的 什麼叫做民族自由之心 簡單說 就是他人說 通體制是火星人 本身人跟 做通體制的火星人 開始衝突 所以民族自由 說的是這個對地和這個衝突 他想要解決 這樣對地和衝突 可心不達目的而往 明天在那裡唱什麼 他心裡 在煩惱的是什麼 他在煩惱台灣的藝術 他還跟大家說 五行分支作派 應該大家做的打扁 從全島藝術前進的最大動力 他還跟我說 幫我這裡的畫作 辦一個電腦 三分之一的錢 留在用 三分之一的錢 做這個台陽美術展覽 會推動的費用 他還在想這個公共事務 要怎麼做 才對台灣好 你看他在思考都不是他自己 他不會想說 外小孩 要怎麼做 外婆怎麼做 怎樣怎樣 在煩惱才不是 他還在思考台灣怎麼 整體才會比較好 技術才會比較發展 今天是很無私的 非常非常無私 一心都是 怎麼樣為台灣 努力跟奉獻 這個遺書一樣 五十年後 我們知道嗎 這麼偉大的精神 這麼美的靈魂 居然都被點蓋起來 這都應該要放在 台灣的教科書裡頭 可是常常有時候只是 像在長假有新人 我們才有機會兩節 好 另外一個故事 張七嵐 你看他1888年出生 1947年二二八過世 大家有看到他出生群 他出生的群人 他出生的群人 就是群人的群人 你看他短短的一生 換了三個國籍 你看那個時代的台灣人 有多辛苦 有多麼辛苦 多少個統治者 多少個國家 你的語言都換一遍 你能過累積的知識 歸零 因為語言的關係 你看張七嵐一生 換了三個國籍 清朝 日本 中華民國 他也是 跟陳中華打換 二次世界大戰 一結束 五十一年如虎 垂死重生 他是這個醫生 去花蓮的鳳林那裡 去幫助到下下的地方去行醫 他跟蔣衛水是台大 你剛才到來台大醫學院 的同班同學 蔣衛水去做動台灣民眾黨 去要求日本政府 讓我們會有機會 可以選擇以完 正在那裡的主義 有社會的那裡 要平等 張七嵐 他就是基督党 他受到馬接的影響 他說 我要去鎮膝 我要去鎮膝 傳到 他爸爸是傳教士 我要去鎮膝 來去行醫院 結果他也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 他一定想要辦儲中 為什麼因為日本人 讓台灣人頭小學 之後就希望他去職業學校 農校工業學校 沒有儲中 我們沒有繼續向上發展的機會 張七嵐就在想要辦儲中 日本人就是外交的 這就是 他知道說 在日本統治之下 台灣人就是這樣 二個公民 他一直想要改變 所以這人 他也會去鎮 花蓮管理會議長 還會當選這個 致憲國大代表 結果 二年八十年 四七年四月四號 你看圓幕買什麼 滿腔熱血 撒嬌圓 兩個小兒為伴女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四日 也屈於死 這一幕下來的 這兩位被揮 滿腔熱血 想說 有自己的國家 可以做事 結果有他死而已 他的兩個小兒 他的醫生都死了 好 後來我會解釋說 有什麼 好 你看到這兩個人的故事 你就知道 那個時候 他們的心情是什麼 在短短一年半的時間 居然都死在二二八事件當中 到底在一年半的時間 裡面是發生什麼事 一開始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台灣人就很久說 有這個事 因為都是中華民國 什麼抗戰勝利 什麼什麼的 不過對台灣人來說 不一樣 對台灣人來說 是一個很激烈的騙話 正一天我們叫做日本人 後一天 一天 你有當意或不當意 你是變成中華民國 前一天 還要跟日本 還要跟中國作戰 還有一天 變成祖國 前一天是敵國 前一天叫祖國 所以對台灣人 也是一個非常非常 radical的一個 處境 一個很大的變化 不過沒有人 沒有人去關心這個 台灣人 民眾所在的這個處境 那 國民黨來了 國底五十年 都沒辦法 當他了解這段歷史 這樣 這直接就冠冕到二二八事件 那 一開始 說是 歡天使在人 迎接祖國 不過很快 就開始有些變化 不需要跟他在辦 這是林博士 林茂森先生 二次世界大戰一節書 你也很開心 他說 我的社會國家 終於可以不再是對立的 我的人格終於不再是分裂的 什麼意思 戰爭的時候 你可能是反戰的 反對戰爭的 如果 日本政府要出來 說服台灣人 上戰場 為日本政府作戰 他即便不戰服 不願意 他也必須要 站出來幫日本政府講話 然後 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哲學的博士 但是在日本人的統治底下 我們就是很大大學教書 他跟我們去教 跟他的文和德文 他的身材跟日本人的一半 所以是什麼是 直升為殖民地的悲哀 就是這樣 非常的屈辱 他也就是說 我的社會國家 不用再是對立的 為什麼 有些 在日本統治底下 和文化的想法很 很強烈的人 他覺得他的祖先是 買股在中國 一開始戰爭的時候 我祖先買股的地方 變成是敵國 我敵對的國家 開始太多 對他的演戲裡頭的衝突是很大的 那人說 他在中國跟自己穩太多 所以兩個國家的利益 是相對的事 不一樣的 這都對一些 會穿條路的才的人 他覺得是很多衝突在內心 所以林茂聖的戰後 他就是說 啊 從此之後 一國家一民族一語言 不會再有這些對立跟人格分立 結果不是這樣 我們看看他自己 都覺得什麼樣的事 1946年8月 他參選國民參政院 欸 他他算了欸 怎麼提出辭辰 他是林茂的下定嗎 有什麼他怎麼會死定 真的是怕死人 因為那當時的建戶頒布說 黃明鳳工會工作者 決定平直其公權 什麼意思 你如果在日本時代 你有參與過黃明鳳工會 你就不能做公務人員 不能參選 不能做律師 啊什麼是黃明鳳工會 那當時台灣的高人 日本政府都要把你廣摩起來啊 出來發聲啊 為日本政府發聲啊 那你如果更優秀的話 你大概都被日本政府施壓 必須參加黃明鳳工會 那你在戰後 你居然剝奪他們 參與政治的權利 好 欸 那你這個你為什麼 每次一選舉 大家如果很開心 下去參選的時候 你每年就要說 把這個黃明鳳工會拿出來說 就說有參與過的人 就不可以參選公職 所以出面的就出來說 你如果照這樣的話 那國富人民就跟外星人 不可以做 就沒有台灣人有機會啊 這樣 所以就拿這個來使用 那林茂森仔他說 野民報 對政府哪貪腐 做錯事情 他都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啊 他怎麼知道說 但他頒布這個 是衝著他來的 他知道啊 他歪一痠掉後 這個政府給它消滅 所以他就辭掉 提出辭辰 所以剛剛金家五公平的選舉 沒有啊 他就拿著這個 日本時候黃明鳳工會這個 不斷來威脅戰後台灣人 每一次選舉都拿出來講 連林茂棠 他都差一點不能夠參選 不然林茂森仔 你本來議會情願運動的領袖 那他們一都參選民意代表的資格 那什麼呢 所以你就看到 戰後的這個政府不斷的 表面上都是開放民意代表的選舉 其實從很多地方 他都在處處限制 這就是剛剛講的林茂棠 他也在緩繞他國話就算了 你有沒有一個 就是語言的政策 台灣有一個很特殊的保護 就是我們的語言 因為不斷的換統治者 不斷的換國家 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歷史 一直沒有辦法 由系統的傳承下來這樣子 那其實語言簡直是另外一種屠殺 你怎麼說的 你看日本人來 他是一直到發動戰爭的時候 等於說來台灣四十年 四十二年後 他只把佈作的漢文版廢除 因為戰爭起來了 他害怕台灣人會傾向中國 他就從語言高壓 不過年以來 一年他就把佈作的漢文版廢除 你想想看 那一九三七年時我七歲 結果開始語言高壓政策 我剛好進學上念書 那我剛好戰爭一九三七的八年的時間 我初中學的時候 我是不會說中國的 我也不會看中國 不像進展的人 他還有中文的基礎 所以但他這 他等於是讓台灣人 你當作要變成文碼 或辦文碼 這個問題 養重到什麼程度 一九四六年來 還是要有國家考試啊 高普考啊 那大家就說 你能讓我三年的時間嗎 就是中文跟日文並列 你看要學一個語言 三年的時間不為過吧 你就中文跟日文並列了 結果 台語就說不行 你一定要有中文口氣 他經常說 就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律師 日本時代 可以跟日本人平起平 就是做律師的事 很不容易的 第一個 台灣並沒有法學院 就都要去日本打掃 所以都是日本醫療的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 還要經過這個律師的國家考試 那是幾年差不多到百分之五 還是到百分之十的 有辦法考上律師 那我發現林延宗先生 在中央大學的時候 中央大學每一屆畢業 考上律師的大概都才十幾個人而已 所以台灣的律師是 不然是台灣人當中最優秀的 甚至是比日本人還要優秀的 我們大家說的 我們是大家都說醫生啦 都不記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人 就是律師 是台灣第一批的法政人才 比日本人還要優秀的 那這群人已經在台灣職業律師十幾年了 好幾年了 結果曾以來跟他們說 你不是來那個律師license 不認了 不認可了 要重新考試 重新用日 重新用中文考試 你看對這些律師而言 不認可了 變成他大以為生的這個證照 變成廢遲了 無法 你等於剝奪一個人 一輩子的努力耶 這個是何其殘忍的事情 所以你以前 在日本時代有寫人 有民主做一個高牆 台灣人怎麼拿惡人公民 你現在用語言做高牆 讓台灣人失去公平競爭的機會 那你看看一個法學 大學法律系畢業的 他要多少的歷練跟學識的養成 那有什麼年紀 在日本的時候 這麼多的律師罹難 光是中央大學畢業的就11位 這比例非常非常高 這個問題非常非常值得我們探索 那你想想看 他們的證照這個問題 到年禮拜發生都不改完 對他們說 他人家的生活 每天都不知道 他這個還可不可以繼續 職業律師耶 另外就是法治的問題 在哪個問題是 建物不是人民不守法律 是政府不守法律 是統治者不守法律 軍人不守法律 警察不守法律 公務人員不守法律 政府高官不守法律 政府高官不守法律 那這樣法律人 第一線啊 政府犯罪 警察犯罪 尚頭髮 就是這些司法圈的人 就是這些律師啊 那應該日本時代一對照 他們怎麼會不緊張 怎麼會不焦慮 怎麼會不覺得 我應該站出來 為台灣解決他的問題呢 OK 那剛剛講 就是說這個考試 大家就在情願說 這樣對台灣沒有崩壁啊 你中國其他的省份 唯用學經理都可以 有什麼台灣還要用中國的考試 結果這些律師就出來 開會說 你如果真的要這樣 我們就集體不參加考試了 那時候台灣的律師總共有66位 他就說我沒有參加這個考試 結果但他也是不甩你 你還是舉行了這次考試 那他的結果是怎樣 66的人 譬如有27的人去考 結果只有一個人通過年 六十人的就是 最多的一個人 有辦法拿到律師資格 所以你看這是一個多麼財人的事實 把那一代人的努力歸零 所以這是我要說 人才重新充殺 以語言為高強 那這還只是律師喔 你看其他的 你如果本來是作家 還是新聞記者 還是你在學校讀書 都遇到這類語言 重新再適應的問題 結果這個政府 又用這麼樣霸道的方式 用一年就整個要改過來 不給台灣人三年到五年的時間 所以對當時的台灣人造成 很大的壓力跟衝擊 好 那語言 基本上是溝通的工具 結果一檔子 1946年 開始要去制定憲法 憲法是民主國家的根本大法 憲法一通過的人 不管是中民選 結果他說台灣人 還要不要中文 就該給台灣人民選 這就不是一般 這問題就太嚴重了 你如果要用語言 剝奪我們 實行民主的機會的話 那台灣人是不接受的 所以這次造成二二大世界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OK 另外台灣這個人很多問題 當中這個就是 嚴謊的省級偏差 好 一人就在 長官公署就跟他行政院一樣 外省級的95% 台灣級的只有一個 送匪奴教會處長 他現在是半山 就是有中國經驗的台灣人 地方各縣市的首長都是官派的 由高達82%都是華仙人 台灣級的只有三位 也是半山 都是有中國經驗的台灣人 所以幾乎就是沒有用台灣本地的人就對了 這個在1945年年底公佈 所有的黨都在台灣人很失望 台灣人就是脫離日本統治 也讓當家做主 結果沒想到說還是在輪為被統治者而已 他這個外牌人如果沒有辦法做 可能問題不會那麼大 結果這個外牌貪污的非常嚴重 日本有一個普遍的現象 就是各個縣市 都有人上去這些管齊頂的處理 還是這些處頂的處理 敲到什麼 大家知道嗎 對 敲到骨肉皮太多錢 拿出來收 收給大家看 貪污鐵證補償 那這個用人的審計偏差的問題是 就養掉就養掉了 華仙最高的官員92% 台灣級就是日本時代老外 這些台灣人在8% 所以台灣人也覺得 日本人的時候 我們還比較有能力 還比較有經驗 就是省得起 你覺得日本人走 應該是會有公平的機會 結果沒有 這是一個很大的落差 那當中的人沒有吞人 整個生意回憶 是零零零零零 直直說要重用 本身臨載 那這個郭郭姬 就每次都說 如果郭郭姬 本來的生意外都說 你這檢查怎麼說 用多少個又有年輕的 語言不通 是要怎麼處理事情 林憲東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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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檢查 你這檢查 你就從我過來的 這檢查 法律的素養還不好 你要重用本省的這些法律精英 每個領域都不斷的發出 重用本省人才的這樣的生意 我講 白色空間後 那人剛才跟我們考用神級 大家都知道 用神級配合下去 我們都不敢說什麼 在日本那時候 不一樣 在日本那時候 中用本省人才是 最重要的訴求 真的是 大聲講 要要求 一定要這樣做 另外一個 台灣人居住的問題 就是這個精神上的壓迫 日本人來 說台灣人是親國奴 中國人來 又說台灣人 日本人奴化 這其實很傷台灣人的自尊 什麼奴化 你看日本人來 台灣武裝抗爭了快二十年 死了多少人 那最嚴重的一個事情就是 知識分子就下去分析說 為什麼你一定說台灣人的話 你就是要把台灣人扁做 然後不可以跟你有一樣的權利 不可以當權這樣 不可以做通體價 跟他們做民通體價這樣 那當中的人很想起 他說日本時代有黃明化 說我們如果沒有黃明化 就不可以跟日本人有一樣的權利 這樣 詹默你剛才說要中國化 你如果沒有中國化 就不可以跟中國人有一樣的權利 這樣 結果他就說 其實你通體價 都是用文化 來動作台灣人 不可以當權的理由這樣 其實你的心思是什麼 你要獨攬政治權利 而且你這樣講的 其實是造成神職隊 所以我要講說 台灣這麼親密的神職隊 我們要獨扣的是 建物到底是什麼的政策出問題 在造成這樣的神職隊 不可以當人民跟人民對立起來 是那個通體價做不到的事情 做不到的政策要被認清 而不是人民繼續去分裂彼此這樣 好 那另外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 剛講到的官員探紐 當時的報紙不斷地揭露這些貪物的問題 人民都看得真的是瞠目結舍 因為日本時代官員不會這樣 現在來的 不是說一期兩期三期四期是 像就是每天報紙翻開來 都有這些官員貪污的問題 你看一個首席檢察官 首席檢察官 那應該是高峰亮節 人家才找到多少位 結果這個首席檢察官 講位主 那個人封壓名傳的時候 自己 啊這個準去走私 看這種事情都做得出來 所以才有夾手 這個首席檢察官 大家可能每天都聽到 這個首席檢察官 這首席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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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5萬噸白糖事件 我在看禮拜的要求 就是有這四十二條訴求 這首席檢察官 很重要 我看到很特別的 它就說 要15萬噸的白糖 你運走了 叫他們要付錢給台灣 這是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就是一人昨天行政院 代理院長宋子文 上海沒有這個糖 他就把台灣的這些糖 整個運到下台去 那這些糖是怎麼來的 大家都知道 日本時代幾個都說 第一個 政黨吃貨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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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剝削台灣農民的 才有這些白糖的 這是台灣人 農民流血 流汗的成果 結果你戰後 南京中央國民政府 一個命令 就把這15噸白糖 運到上海去 平抑上海的物價 結果造成台灣的糖 起大價 那台灣人怎麼受得了 明明產行的地方 糖是要做燒的東西 結果現在貴了 那燒白糖 還能用很便宜的價錢 背著白糖 那這當然是搶劫台灣 所以當中有人說 好啊 糖你拿去 但是你要幫助台灣 就有這個要求 這樣 所以 就是 這種夾手的行為 導致你看這個漫畫 一開始日本時代 日本國 日本國 日本國企的時候 吹煙涼涼 工廠就都有在運作 這樣 結果換作中華民國國企的時候 工廠都 整個都廢棄了 那時候剛才說 第一個 日本已經走向工業化了 他們來這裡 不知道這裡的工業 是要怎麼work 那時候家裡有一個抬拓 他其實是生產 那時候的酒精 溶濟 那時候對日本做石油的現運 日本就已經發展出現在很夯的生殖能 酒精汽油這樣子 那個可以用糖 用甘蔗糖下去提煉 中國一來接收 搞不清楚這是什麼 結果把糖拿去賣 把器材拿去賣 然後本來這裡養了家裡 大概五分之一的人口 一個很大的一個化學廠 結果整個停辦 大家看到這樣有想過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失業 你看 二次大戰的時候上戰場的復原回來 現在 大家要吃頭肉 沒頭肉當吃 本來在工廠做工業 也變成沒有工業 要拿失業人口不斷增加的話 這個對一個社會會不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絕對是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一個經濟政策的沒有處理好 造成的是很大的社會動盪 那面對這麼多的問題 在當中的人也是在想辦法 1946年開始 進行中華民國憲法的討論 開始說要來自憲 那當中的人有說這是一個福氣 為什麼 因為如果憲法通過 就會當縣市長直接民選 那如果憲法可以直接民選 就能改變你官派的貪腐的統治結構 所以台灣人想說這是一個民選 都滴滴滴滴滴滴滴 無論如何要憲法直接民選 那當中台灣有十次的自憲代表去南京 因為之後 我就看到那林聯東先生 下過我們十五天 他就很開心 他就想要他就跟他聲稱說 你知道嗎 那怎麼通過 有選舉、管理、市長都可以民選 都可以民選 他說現在代表有1300多人 八十幾的人是女性 他跟他女性說 所以你要好我比較便宜 有一天也來選女代表 你如果很優秀的位 有一天你也可以做女總統 他七十幾年前的位 台灣其實幾年後實現 所以你可以想說 那當中哪一個人 特別是台灣現在自憲國 他在那個自憲現場 他心情有多激動 他希望的社會 根本大法憲法 他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 他只要在1946年年底 看到台灣這些官員 沒有買來 他還可以希望說 憲法 更快通過 更快實施 就能管治庭民選 管治庭民選 管治庭民選 就是挑解藥的地方 所以我說 這就是管治庭民選 這就是管治庭民選 這就是永坤先黨 一點愛啟用本省 這就是228最重要的兩個精神 全台灣團結在一起 目標也是 非要要到這個不可 我們絕對有領 那怎麼通過 有什麼不能這樣做 所以那時候台灣代表 一直在男子 他就主動召拍記者會 召帶各省的代表 敢說 台灣要立即實施憲法 為什麼 因為憲法通過 當時實施 還不會發佈 他說台灣要立即實施 所以台灣可以看到 他已經把他事做的 曾經被迫宣布 縣市長7月1號民選 雖然是批的 不過你就知道那時候 他轉台灣給他的壓力有多大 或是他必須要宣布說 管治庭立即民選 好 好 現在大家在做總面標 要待會 快讓台灣的管治庭民選 結果待會說什麼 待會說 現在你就下去民選 很危險 會變成台灣的台灣 什麼意思 待會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去管一張民選 就是台島 所以 那人出來通在這裡 他是很怕民主 他很怕民選 這樣他就 人家的賬款 就要輸出來了 所以他就是 太胖太胖來做董 他就說 要一個地方自治三年 說要三年後 再可以算 台灣人不動議 不只憲法 看你公布實施 怎麼大家都會有選 關係中 到台灣不能選 這樣不行 所以這黨組內 這個關注 其實也有所謂的類反對黨 開始上街頭 大家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 日本時代大家有聽過 台灣民眾黨 對吧 在日本時代的台灣 都可以做董 都可以主打的 為什麼戰後 沒有反對黨 其實是有的 沒有 沒有聽過這個人 台灣民眾黨 這個人 沒有死啊 都還沒有 他怎麼不想做董 他怎麼不想 自由民主 平等 自由 一樣啊 日本時代 我們自由民主 不只要 而且更強烈 被積極要求 只是當什麼政府 不給主黨 並不表示 沒有這個反對黨的存在 他們就是所謂的 台灣省政治建設行會 就是陳鑫啊 廖敬平啊 這些人 他們就開始 主機套了 龍山寺啊 就開始演講啊 全台灣去演講啊 說憲法一定 要立即實施 不能說 我拖三年這樣 我也畫了一文檔案 就是 海軍總司令會有經驗 很久了 他跟他分析說 有什麼 會想你明白 他說 到處演講 要求憲法 提早實施之鼓動 就是台灣人 要求 立即實施憲法 下去民選 這樣 所以平常說 二禮拜 要不要發生這個節目 就開始有這些 雞頭運動 開始在運作了 這就是我剛才說 就在你說 管制地位民選台灣 就是馬上可以實施啦 不可以 都有這個地方自治三年 計畫草案 說要到1949年才可以 所以現在反對 反對黨就愁上街頭 你看那就是當 1947年 你這六三四的 那廖靖平的演講 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會發生這些動亂 最重要還是吃不飽的問題 十一的 這就是爸爸沒工作 帶孩子 現在他在白公園 在耶穌跟他留下 那個時代的畫面 那這就是更大的問題 台灣是殘米的地方 你怎麼會弄到 人民居然沒有母吃 而且還有錢 就買不到米 所以是你政府的統治能力 有問題嗎 是你放中 那個商人可以 居起囤貨嗎 所以 米吃不飽的問題 是最後的 等於說壓垮落頭了 身上最後一根稻草 好 這個大概是 二二八發生之前 前幾個禮拜的新聞 都開始有人因為 沒飯吃而自殺 然後 米一天三個價錢 不斷地飆高這樣子 好 那你會飆高 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你當時哪來 國共內戰開始 一觸即發 就是負責調停 國共內戰 美國的馬歇爾 他回美國去 大家就知道什麼意思 就是負責 一開始戰艦 一開始戰艦 金價就開始飆高 金價一開始飆高 百物其養 通過橫障這樣 台灣也 也不可避免的 被牽連到 所以那時候的整個 米光開始變得非常嚴重這樣子 所以一個大的浪拋捲過來 台灣幾乎就是 也跟著被犧牲 所以很快的就到 2月27號這個時候 那就是大家所知道 查氣思言 然後 經濟警察嗎 還是一樣 動不動就開槍 227這個開槍是第一次嗎 不是 這一年多來 警察 動不動就開槍 以前日本的警察 他進市區是只有配刀 不配槍的 可是戰後 這個警察 特別是這種經濟警察 因為他不給人民 等於說他還是怕襲 日本時候的煙酒購賣 那人民都很憤怒啊 結果你開槍打死人 你還 不認錯 你還 保護這個開槍打死人的 這個經濟警察 所以這個死者的家屬啊 跟大稻埕的拘泥 就開始去包圍 那大稻埕這個地方很特別 那人知道 好野人拐牙 有什麼拐牙的 因為好野人才有很多房間 酒家 有夜生活 所以想要賣這個洋煙的 撕煙的 就可以在那一帶擺攤 那這個所在也是很多的 因為房間 也是騷人默客 記者 這些我講的文化學位 這些人都跟他聚會 所以你起了槍聲一響的時候 這些記者都很低 這些政治人物 台灣這些 他也說內反對黨這些成員 也在那陷阱 所以第一時間都知道這事情 都開心就去做 想說明天才應該要來抗爭 也有人去抗爭啊 所以隔天到台北市 造勢的這個台北市這個專賣群 完全沒有人出來接受請願 所以就開始煩 裡面牙出來很少啊 這個畫面很重要 為什麼 各位有沒有聽到 他其實是給人民勇氣 他其實是給人民勇氣 敢於站出來反抗 那真正的導火線其實是2月28號前一天 為什麼 這個長官公署抗議也是做的 沒想到他不只沒有道歉 他還開槍掃射示威的民眾 前一天你才打死人而已 今天你又在掃射示威的民眾 這太過分了 所以民眾就立即 你看推倒 民眾就立即進入到旁邊的那個 現在的禮拜祭兩關 就是因為台灣廣播電台 那年輕人就 在去跟那個 radio的主持人說 你不要再沒有了 就把麥克風拿過來說 壞了什麼事 說今天的示威抗爭 民眾又被掃射死傷 透過這個廣播就全台灣都聽到 一開始這個聲音是關卡 那技術人員知道說 有發生一點事情 把聲音關起來 結果日本監獄也會推廣廣播 所以在公園裡面 有放一個喇叭 那等一下的人就 聽說沒聲音 所以他才把開關打開 開關打開就是全台灣都聽到 所以我現在228當天基隆也開始 3月5號 2號3號全台灣全體燃燒 你看那個潛藏在人心的憤怒有多久 所以這個時候聽到 政府又無端開槍打死人民 決定不再忍受 到處都有人站出來抗爭 直接到警察局去 直接到肇事的專賣局去抗爭 結果發生一個什麼事情 他們看到民眾這樣洶湧而來 警察全部都逃走 所有被包圍的地方 縣政府的這些手掌也逃走 專賣局這些官員也逃走 就是這樣子 然後發生一個很嚴重的事 這個時候 2月8號當年的確 看到路上有穿中山莊的人 是外省投影的就打 我剛好講過 因為當時的政府 只用外省人擔任官員 當官員貪腐 官員犯罪 官員亂來的時候 這時候開始找外省人出氣 這個問題的確是存在的 但是很快的 這些戰後水上民意代表出來 組織處理委員會 就叫大家說不要再打人了 我們做你們的依靠 我們一起來跟政府談說怎麼改革 所以這樣的一個混亂 大概進行了兩三天 就不再有這個打人的事件 那也因為有這樣的衝突 非常多大政府出現什麼事 他開始害軍隊進入市區掃射 這幅畫面留下的就是當時的現況 所以2月28號那一天就宣布戒嚴了 什麼是戒嚴 就是軍事統治 他只要看到有民眾劇情 就開槍掃射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是死了不少人的 好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 軍隊不退 人民不退 我找到很多228事件 後來要求佩服他必須舉證 很多的槍傷我去查證那個日期 不是3月8號從中國來的軍隊開槍打傷的 是在2月28號開始到3月4號5號這段期間被打傷的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只要有人抗爭 政府就開槍入市區掃射 那包括用這個24世界大戰進入的那個螢幕彈 進入人體會整個爆炸開來 一個很殘忍的武器 那這個時候 雖然軍隊 其實陳怡 後來會展開和平談判 是為什麼 是因為他一開始打算用軍隊立即迷平 沒有辦法達成 為什麼沒有辦法達成 其實228號當天 他就為基隆跟高雄調兵要上來 結果呢 基隆的軍隊在路上被人民打下來 好 那高雄的軍隊發生什麼事呢 火車載到新竹的時候呢 也被人民打下來 新竹的台鐵的司機巴士 他不做政府運兵的幫助 所以陳怡被調兵都調得到啊 台灣人都起來反抗啊 台灣人也不做你運兵的幫兇嘛 大家突然都聽過一個傳說 就是說 士兵都亂來嘛 有一個司機 好像在蘇花公路 本來載了整車的乘客 那軍隊又亂來 就叫人民下車 然後軍隊全部上車 後來他把整部火車 就開到那個太平洋去這樣子 我想大家可能有聽聞這個故事 那個故事我不知道是真實講 但是我現在跟各位說的這個是真的 就是二月二十八號黨田陳怡掉 完全被台灣人打下來 然後 所以他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去做鎮壓 那這個時候人民整個集結起來 就是我剛剛說的三月二號 開始各地的民眾走向專賣局跟檢察局抗議 你看台中清算無力 搜查留存中 留存中假中發現台超八大象 不是只有台中喔 嘉義 彰化 高雄 桃園 各個地方 都發生同樣的一個畫面 就是我剛剛說的 搜出這些貪污的錢 然後燒 當眾焚燒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 就我剛剛講的 二二八處委會全台灣 這些戰後鋼水上民意代表 就起來組織這個委員會 然後就說要求政治改革 叫大家不要再打人悔悟了 這個時候這個海報影響 這張解報影響會很大 你看他時間在三月三號 台南市就開這個市民大會 要求縣市長立即民選 要求市長立即民選 所以你看到群眾的力量 看到有方向有組織有目標 那三月四號就整個台灣 都集結起來了 整個來跟陳怡做總談判 就是我說的這幾個重點 第一個縣市長時間民選 第二個用本省人 第三個長官公主改成省政府 這時候是全台灣連陳怡棄的 有一個很具體的訴求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那三月五號陳怡就迫於這個形勢 他就開始說 大家有什麼意見 都來提改革意見這樣子 結果同一天其實已經派兵了 這個待會兒我們再講 那這個時候就出現幾個問題 我們一直要求民選 結果我們一要求民選 他就說我們要想要台灣獨立 我們批評他說你的施政惡力 他就說這是共產黨的陰謀案 我們要求他要用本省人 他就說我們在排斥外省人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大概已經知道 他要怎麼樣扣你的帽子了 好這個情報 就是我剛分析的 在全台灣整個集結起來的時候 特別在嘉義 剛剛陳成波各位記得他遺書說 為了幫十二萬市民結尾 因為當時嘉義的民兵 是打贏政府軍的 所以陳怡為了要 不要讓嘉義的這個 這個等於說戰事又擴大 他在三月六號的晚上 他就透過廣播 答應台灣人這些要求 你看這是台灣新生報 當時的第一大報 頭版頭帖 就是當時人民要的 七月以後實施民選 各廳長盡量任用本省人士 成長關於廣播權 三月六號晚上廣播 三月七號來不及刊除 所以他是三月八號的頭版頭帖 可是你看多荒謬 我如果是在基隆 我早上吃早餐的時候 我心裡很開心 這段期間同胞死了 有價值了 因為我們的要求終於獲得 可是下午我聽到的是 軍隊掃射進入市局啊 多荒謬的一個情景 好 那今天我們講二吧 就是要處理這個轉型正義 最重要的就是 揭開這個統治者的面具 兩面手法 這三 我就把當時每一天的簡報 就是 我們如果生活在那時候 我們會看到的是什麼 以及民主化之後 我們透過檔案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同一天 每一天我都把它並列在一起 三月五號 那你過頭看就是 正在旁邊要怎麼改 大家來 大家來講 這樣齁 不過這是 三月五號 各位有沒有看到那個 這邊 三月五號 好 三月五號 這是什麼 這是蔣介石的旁邊 他說 陳長官 已派復兵一團 並派憲兵一營 憲本月七日由故起運 勿念 忠正 我在跟大家講 紅皮是什麼意思 我看過很多這種 白色恐怖時期的判決書 這個人本來是判 本來判五年 後來被改成十五年 到蔣介石的時候 寫 陰極槍訣可也 忠正 所以紅皮表示什麼 紅皮表示 就是 就是講這件事情 他不管是什麼法律 他的紅皮就是法律 他說是高於法律 不折不扣的獨裁者的行為 那你再回去看這張紅字 你不會不寒而栗嗎 他怎麼會不知道 這是要見血的 而且血流成格 好 這是我剛剛講的齁 那這個時候 三月五號是這樣 三月六號我剛剛講 晚上成語就對電台廣播了 三月七號 他要五毛給一塊 他說 你要拐一張人選 如果現在的拐一張 你如果沒有換他 你現在就去選 三月七號他卡回來 給每個地方的縣市參議會 張七朗就是花蓮選出來的第一高票 湯德彰就是台南選出來的 好三月七號 他一方便卡回來給各縣市參議會 說你們就去選 一方便 這個也是三月七號 大家看到了沒 三月七號 他在辦公室寫電報為蔣介石說什麼 除枕邊二十一師全部開刀外 再加一米 在最短時間予以肅氣 你看同一天他做兩件事 一張臉翻左翻右 不一樣的 好這我剛剛講三月八號 我們看到頭版頭皮 還以為說民主改革的成果終於有了 好 結果三月八號軍隊上岸 三月九號大軍到 三月十號就下令 借 那大家知道二二八非常多的手難 有些公開槍殺像晨晨波 像湯德彰 像屏東的夜秀木副議長 大概在南部都用公開槍殺的方式 但是有一類我一直很關心的 就是被秘密逮捕之後暗殺 就是到現在還不知道在哪裡 讓我找到這個名單 這個是目前可以看到的 大溪大案第一批二二八事件的名單 其實就是被秘裁被暗殺的名單 那到底是哪些人被暗殺 其實是三大領域的領袖 一個就是媒體的領袖 一個就是類反對打的朋友 一個就是法律界的領袖 各位你們如果用這個角度 重新理解二二八 一個國家的民主領袖被暗殺 這個是何等嚴重的事情 我們的歷史可以不追究嗎 但是請問除了各位今天在這裡聽我講 有誰不斷地去講 我們的民主領袖被暗殺這件事 而且集體被暗殺 為什麼到今天我們對二二八事件的理解 我們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理 仍然還停留在 什麼都沒有做 仍然停留在說 氣焉血案 然後台灣今天就不見了 這種跳躍式的邏輯 這種不成道理的邏輯 當時也有所謂的三大報 人民黨報 宋斐鴻社長 民報 林茂生社長 台灣新聲報 總經理阮昭日跟總編經理 全部都是被暗殺 我剛剛講的 內反對黨成員 廖靖炳 陳欣 施加南醫師這些人 法律界領袖 林廉宗律師 林瑞翰律師 林瑞翰律師 林瑞峰律師 林瑞端律師 林瑞端律師 各位有什麼意思 你就用民主領袖回來俗課就可以了 對民主領袖來說 每天 歡對動 法律界 司法改革 是對民主國家最重要的 有能力監督 有能力批判 甚至取而代之的 你想想看 法律師 當年 同樣的 如果我們剝下的俠靖會有暗殺 如果我們民進黨的領袖會有暗殺 如果我們施改過的人會有暗殺 這是多麼 我們的歷史怎麼居然可以不追究 不瞭解 不知道 不發現 我就覺得每天都在禮拜 所以我常常覺得說 大家覺得228的研究很多 我都覺得還沒有開始 那終於讓我找到一個證據 這就是 中統聚會 中概聚會的公文 成長官 時日令 憲兵駐台特 老祖秘密逮捕 永亮的哲信 秘密逮捕 國大代表 林憲宗 參議員 林貴斷 李瑞弘 郭浩 郭浩 彼等別名 接受和合法院現行事 這是他跟他安的罪名 我的研究跟大家講 他們其實就是像今天一樣 總統要任命檢察官對不對 首席檢察官對不對 他們就把全部的法律人 律師 檢察官 還有法官都找來 中三行 一起開會推舉啊 就像我們現在民間 也會推出他們理想的 首席檢察官的人選給總統參考啊 他們做的不過就是這樣 但是當時的政府害他司法權這塊被拿走 就用暗殺的方式對待他 他們開大門走大陸啊 3月8號在中三堂開會 所以我很受不了都講說什麼 各位可能聽很多 說有一個軍官的太太死了 他們去幫一個日本醫師保釋 所以相關的人都被殺死了 不是這樣的 這些人是為公共事務在努力而付出生命的 是為公益犧牲的 不是什麼私人恩怨 是英靈還是冤魂 是歷史當中的英靈要被尋找 要被領敬 要被尊崇 要被感念 要被感謝 冤魂只能讓人一舉同情之類 就是法律界的領袖 律師公會的理事長林延宗 然後台北市律師公會的理事長林瑞翰 當時台北市最知名的大律師 平貴團 都是被密採 那他們的要求都寫在32條要求裡頭吧 都是今天我們享有的這些權利啊 禁止帶有政治性的來不拘禁啊 然後他們要求法院院長 首席檢察官要用本審人啊 要求推示檢察官司法人 一半以上要用台灣人啊 今天我們敢 當台灣人被差別對待的時候 我們敢講話 我們不敢講話 但是228世代是全面爭取啊 因為如果你政府用的人 是沒有問題的人的話 不會這樣 但是我在吳宏琦的日記裡頭看到 針對一個案件開會的時候 他寫什麼 跟他一起討論的 大陸過來 法律知識沒有 沒有任何意見 他就寫了一句說 像這樣沒有知識的人 不可以任法官啊 所以你說是台灣的民族主義嗎 不是的 是專業的問題 但是他們卻為了爭取任用本審人 而犧牲生命 好 媒體領袖 我剛剛講過 給他們安的罪名是什麼 利用報局 抗擊政府施政 強調省政改革局不滿 煽動台人不滿現實 我請問這不是媒體的責任嗎 結果居然因為這而已 而且用暗殺的方式 到現在都不知道遺體在哪裡 還有反對黨 像王天燈他們 好 當時的反對黨 所謂的這個台灣省政政界 是有他的政治實力的 基隆的副議長楊元丁也是 台北的這四個示範議員 都是 這幾個全部都不知道遺體在哪裡 像黃朝鮮是醫生 他也是要求台北市長直接領學 這個城武你看他的罪名 陸海空軍幹部主管 御幹部本省 這居然就是他死的原因 因為他做這樣的主張 而非要他的命不可 最殘忍的槍殺合影使節 就是嘉義的四個示範議員 潘木枝醫師 如秉清醫師 這個是柯林 他是一個戲院的老闆 高雄一樣有和平的世界 為什麼 因為這兩地都產生很嚴重的軍民對峙 如果不進去做和平談判的話 不知道還要造成多少的死傷 結果 結果是什麼 這三個進去壽山跟逃動器談判 高雄各界的代表在市政府等 結果軍隊無差別掃射進高雄市政府 全部好幾個示議員死 高雄各界的代表是怎樣 這樣 好 我們看一下 潘木枝醫師 一樣的 他說 為世民而死 生雖死猶榮 我覺得嘉義人真的要你教 你看看陳陳波的遺書 你看看潘木枝的遺書 他們都充滿光榮 我為世民而死 生雖死猶榮 台灣怎麼是唸那個 什麼意義清清如霧呢 台灣人要唸的是潘木枝的遺書 是陳陳波的遺書 那時候在牢裡頭 沒有紙 沒有紙啊 就是這個玉族用那個煙的 這個是煙的那個內頁 給這個潘木枝醫師寫 寫下來遺書 然後他就跟他的 親子互相在這個 紙上面留下他們的遺言 這樣子 他就告訴他太太說 我母母老有望無效來 子女竊要扶養使其承認 木枝是為世民而亡 生雖死猶榮 與一生死嫌棄苦痛多 一望嫌棄樹 我每日每夜 必在你身邊保佑你 3月24號 扶探木枝 好 那你看 我剛剛講 縣市長直接民選 有讓這個 讓這個 同志者有多麼害怕 現在的檔案出來是 張棋朗是被誰搶殺的 他是被當時的縣長 張文成 下面逆彩的 什麼意思 不管是陳怡 在報紙上說 今年7月1號 就要直接民選 或者他說 你們先去選3個出來 我圈選一個 花臉會當選的人 都是張棋朗 所以現任的縣長 張文成 害怕民主的到來 他會失去他的權位 他會失去他的權位 居然就用秘裁的方式 殺害了張棋朗 以及他可能 出來參選的兩個兒子 因為張棋朗當時已經60歲了 他有可能不會出來選 而是他的兒子 花臉 初衷的校長 張宗仁 他本身也是醫生 所以我說轉型證明 如果你今天都已經知道 加害者是誰了 為什麼你可以始終沉默不育呢 你不像其他的不知道是誰 花臉的張棋朗 這麼有名 這麼知名 都知道就是當時的花臉縣長 張文成做的事情 你怎麼居然還都不面對 不處理 不討論 他以及湯德章歷史 你看他也是當選市長候選人 結果九號 七號底 接到電話 九號下去選 十三號 他在被當場公害槍殺 而且把他名字改成班警得章 他還在利用二次世界大戰上 中國跟日本敵對的氣氛 硬把湯德章改成日本名字 就是說 要把它設計成說 這個228世界有日本人的鼓動 其實仍然是他不願意面對 當時台灣非要立即實施民主不可的決心 所以連這個外國人都看懂了 他說淡水河不只留下來 雙臂凡可的屍體 他說政府不以盈利 追尋益殺害領袖人物 殺人馬 目的是死夫惡魔殺人 不再有未來的領袖 後來我想大家就聽到 很多敲詐勒索 這幾年的檔案出來 劉闊財這個前立法院院長 當時送了五百萬 當時的五百萬 光是科遠分就 就拿了一百五十萬 那這是大家熟悉的 基隆港 找不到孩子怎麼辦 就到基隆港去找屍體 都到河流去找屍體 這個政府把年輕人都當作是反抗胖的人 高雄無差別掃射 我找到一個醫生太太的 你看那個被子彈打過去 而且流產在高雄火車站 所以什麼叫無差別掃射 你透過這張照片就可以了解 那最近的一份檔案說高雄 市政府裡頭死五十多個 市政府外死七十多個 四百零人 林基神則數十人 現被控者六百多人 所以你看高雄 面臨一個多麼慘的情境 你看光被抓起來的 不分青紅皂白的抓 六百多人 而這樣一個無差別掃射的人 蔣介石 生這個檔案器做 他本來只是高雄的警備司令 後來生他做整個台灣的警備司令 升官就對了 OK 那所以 到底各國是怎麼處理這個轉型正義的 就是希望可以療癒上的消除對立 已經真相 你看德國 去波蘭的時候下跪 德國總理下跪 如果他不真實的道歉的話 他怎麼可以讓人家再信任他 怎麼敢再跟他做朋友做生母 真正的悔罪認錯 然後你看像是 判處加害者 瓜地馬拉 即便加害者已經過往 他們還是判了六千零六十年的刑期 用這種象徵性的重罰來 圖顯被告的殘忍 因為他那時候犯了圖村案 還有把失踪者的遺骸找回來 像西班牙 西班牙、韓國都在做 那南非就是真相和解委員會 那台灣其實這一頁還非常需要努力 不好意思我們講太久了 大家先休息一下 我覺得 十多年來已經就二二八了 就是希望都有機會 跟大家多分享 我對你一半一個真心的感受 就是 我覺得那時候是一個理想很熱烈很強烈 覺得無論如何一定要改變台灣 一個很強的意志 一定要改變台灣 我覺得這個理想性 這個改變那個時代的精神 一直沒有被好好的講述 那我當然希望說 我心有餘力 我都希望說 做二八的義工 多去講 他們當年的付出跟努力 那我其實感受最深的就是 我真的覺得 當時二八的受難者 就是 都想請諾給我們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那他們確實是為台灣的平等 民主跟自由而犧牲 我曾經在 我們那時候 大家知道 法國有一個查理週刊事件 就是他們這個漫畫 他諷刺那個伊斯蘭 漫畫就是諷刺的風格 結果伊斯蘭就 進去掃射這個查理週刊的 這些媒體工作者跟這些漫畫家 整個報社的人都死了 這樣 那這時候 很多人就說 那你就不要再 不要再去講伊斯蘭的這些事情了這樣子 那這個查理週刊事件 有三百萬法國人上街頭 我是留法的 那天我就看著時代 我就看到他們 整個在街上 他們三百萬人上街頭 他們喊什麼 他們喊自由 平等 博愛 你別的 法的你別 那那個時候 台灣把法的你別翻譯成 我愛 可是我在法國人的電視台上 聽到法國我才理解 原來這個法的你別 他們是解釋成 愛我的同胞如我的弟兄一般 可是這次在那個時刻是很難得的 為什麼 因為所有人都開始歧視或排斥伊斯蘭人 對不對 都開始覺得 把他當成是跟恐怖分子有關 或帶來動盪 那時候我就在觀察 法國會不會因為害怕這個恐怖而妥協 結果沒有 法國人永遠記得 法國大革命 他的祖先流血流給他們的是什麼 自由 平等 愛我的所有的同胞如我的弟兄 不管他是法國人 不管他是伊斯蘭人 不管他是從哪裡來 只要他今天成為法國公民 我更感動的是我在電視上 聽到一個學者 他說今天我們都是查理 就是被槍殺的這些藝術工作者 我們都是伊斯蘭人 你看他們在那個國家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刻 是重新召喚他的立國精神 是重新召喚他的立國精神 重新召喚他的祖先流血流給他們的價值 而度過危機 我就在想 那對台灣而言是什麼 其實就是228事件裡 的這一些受難者 流血流給我們的 平等 民主 自由 對台灣而言 平等必須放在地位 因為我們被差別對待 不管是日本時代 或者是後來國民政府 日本時代是民族跟血源的高強 可是國民政府來之後 變成省級的高強 所以對我們而言 平等的民主自由 228的受難者 拼了命流血流給我們的 我們怎麼可以不好好珍惜 那就一如我剛剛舉例的 在那個憲法通過的那一刻 其實他當時心目中的台灣 就是今天我們享有的這一些 也因為228事件的發生 跟後來的蔣介石獨裁統治 而讓228世代所期盼的那個台灣 延時了將近50年 那我覺得 我們是一個友情的後代 我們對為我們犧牲的人 我們永遠不忘記感念和感性 我也期待有一天台灣 在紀念228的時候 能夠還原他民主的魂魄 真正去紀念感性 我們今天作為一個民主國家 拜託 不是什麼蔣經國 同意解除戒嚴的 我聽到這個我心裡頭就好刺痛 他把一代為每一代為台灣民主自由 犧牲的這些亡靈 亡魂這些英靈當做什麼 而我們台灣人如果自己不知道 228事件的受難者 為平等民主自由 犧牲的努力的話 那真的是對不起他們 那我想你是敬我 不斷地有機會去講述 我都會把我所研究得到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 接著也想 不知道各位有什麼 有一些感受想分享 師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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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種的英靈創影 就應該來做了 現在就很幸福了 有什麼過分 沒有 沒有 這幾位 這才是高層 這才是高層 高層 OK 我現在才會跟各位說 我是教育人 教育人 是勇敢的 尤其是二十八的時候 我們麻煩三府 做了一個 蜂隊 的那種軍人 那種軍人 那種軍人 今天我三日 我還在第一次 奔兵 回來 所以他算做不規定 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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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最先的 叫做小豬甲 他就做不規定 因為他已經 經常以前出力 所以 我實驚 所以我就去做spy 如果我叫我趕緊去把衣服上去 我就去了 就算是小時候沒有人在幫我注意 所以每一禮拜 你說我有參加 我大概有五百 但是 我們有三個字 很勇敢 我只是說 我去到青少爐去駕駛 有在駕駛的時候 衝動 我拿來的時候有衝動很大 就有衝動 有衝動的時候 你知道嗎 有衝動這尾駛 所以 駛駛就在駕駛設一個駛駛 現在還有駛駛 然後 當然 你這就是說自己的事情 但是你說一句說 現在就是 抹這個事情還不算 我農你 為什麼說 你還說 日本的 我們這個檢察 都用刀 但是用國的檢察是用錢 日本人的刀 是很厲害的 日本人的刀 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我還記得我小孩的時候 如果有孩子在駕駛 他們就告訴他們 如果說 出台人來 大家就不敢說 因為出台人就是台灣人 比日本人的檢察 他才知道他才氣負擔 他出來 我不是說 在這裡說 說五、五、四、三 他出來驚人 我都三個驚人 結果 大家都很討厭 我記得 我日報跟他說 說 台灣的公保 他第一位要修理的就是 朱台人 你知道朱台人是什麼 就是朱古城的老爺 朱古城的老爺 就是朱古城的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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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疫情通壞的能力 另外一間 我還要拿去 因為你第一位 你第一位 就是他 你如果要消滅這個祖 就是他的娛樂 就給你賣掉 但是 你說 你一半還沒 算 我當然 所以你沒說 就送死 賣代事 這項目 這項目很嚴重 所以我希望你阿伯 如果有機會我可以 拿到這項目 尤其是基督导 你像我們婆婆 你知道英國的那種 女人都沒有太過 但是他們家 去那種 高等所有人 就去那裡 所以他們如果有那種 台語的聖經 是我 那種本 他們都會 批到的 他們的那個是 肉麻糬 這些聖經 方收起 他們的那種 周刊 還是月刊 我不知道 也不能用台語聲 所以我們婆婆很不準 很不準 有到不準 他說我們本來就不會兄弟 現在信告 嫁來給這個 金禄鑑的家庭 我就是伯父 他又去人家 主事 有些人家主事 有些人家 什麼就沒有 不準 這是我今天要跟你說 我家吃 肉麻 宋主席 這五人在那裡 楊鳳英偉 他大師 都不禁止 我們就是 九月人聯合 日本時代都不禁止 說不可以用台語的 你跟天照大 我用聖經 我跟天照大 到時候他在演講 我宋主席 大宗主席 一隻馬就沒有外國 他不是僵就沒有 待會 待會 待會我又僵 我用騙子 但是 現在 就知道 誰知道 我宋主席 有一個好位 好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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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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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槍梢 我還要印象 在風貝 有關 我小孩 我老婆 那時候 我小孩 他都記者 農業行程 都第一線 就對了 你說 有不肯大 秀宅 都要跟你說的 沒錯 他把那個 工所要 要量修 要接修 你說 接修就搶 搶 只要有金翅膀的 漢製有金翅膀的 他就有人反兵說 嘿 你拿來怎麼換 他本沒有金翅膀的意思 他都不拿來換 他把那個 好位 好位是一個 吉祥是一個 軍隊 你帶 航空母艦 像是來的 趕死隊 把趕死隊 剩下的那個 那兩個 兩個 像是來的 那兩個 都聽 這樣做派人的苦衷 問他就不賣 這類的問題 所以我們老闆說 這樣好 由於說不清 他就開始 把那個政策死掉 所以有要做中國的 我們這個 有很多人 這是我們的經理 還是一個 神商工 這是屬性 這是屬性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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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說到現在 這個轉型正義以後 實在是幾乎 不簡單的 這個事情 但是 我要聽你說 你有什麼 演技 然後 這個 說到後面 過去 現在 都面對 這個問題 是很大的問題 我自己能力也很有限 我就 簡單 混用一些我的俗話 我比較選的是 日日班 我覺得 日日班有兩部分 很需要做 一部分就是 我感覺到 演講的主題 你要還給他們 民主魂魄 是英靈啊 不是冤魂啊 平等民主自由 這就是台灣的 基本價值 共同價值 它應該是凝聚台灣社會的力量 怎麼會是分裂跟撕裂呢 所以歷史真相要先出來 而且是一個有基本價值 有靈魂的 228事件是什麼 這一點沒有啊 你有這一點之後 你才可以懲處那些 我們所謂的加害者 你是殺了我的民主運動的領袖 你不是殺暴民耶 你今天如果沒有還給 228事件民主魂魄 你只能說他是暴民耶 我的領袖怎麼會被你說成暴民 對不對 嘉義水上機場 或者是騎領的那些反抗 我的這本書 也研究出來了 跟他們在談判的時候說什麼 每個武裝 水上機場每一個武裝隊伍 都來開會啊 大家都說哪個黨有管制兵民選 哪個黨有台灣人 就好啊 不然就沒要太贈了 所以武裝是為什麼 也是為了這個共同的民主目標啊 平等民主自由啊 這張口號 這已經是用生命了 好 所以你有他們是為這個努力 不是暴民 是英靈 不是冤魂 是英靈 之後你才有這些人 第一個 無差別掃射火夢氣怎麼處理 第二個 暗殺這些民主領袖的怎麼處理 你才有正當性合理性合法性啊 那這有困難 啊有在做嗎 沒有 好 那現在蔡英文 在做的是 之前更嚴重被忽略的就是 白色恐怖 大理事 其實白色恐怖 昨天也跟主任連開港 其實是 禮禮拜一發生 那個軍隊一來 那是通過的開始了 不過 和這樣我也說 1949年 講這個宣布戒嚴 5月2時宣布戒嚴 開始了 那這段時間 你不來不來不來 你不來不來不來 沒有什麼公文答案 啊 就這樣就來了 什麼都偽裝成合法 你就向你動員看 那實習臨時條款 減速匪列條 你就 所以他裝每一個人 那行也給你行到 讓你承認說你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 成天累積的檔案 都在檔案取來 很多 雖然這些都 又是說 那怎麼可能留錯 那些都是他們要請錢的啊 他人家常常把自己人 反作分別 他的財產 三分之一 國庫 三分之一 可以給辦案人員當獎金 那些調查群那些人 就是這樣子分食人家的家產 所以 他都要 都有很完整的paperwork 那現在就是 開放答案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跟大家講 我是很想給大家看 你看這張照片 欸 下一刻就被槍殺了 哇 飄斷的台灣人 我們看得到這些英雄的畫面嗎 看不到的 國家不要讓我們看我們的 為我們醫生的畫面 這還是主張態度的 你看這個陳志雄 你看這個 下一刻就槍殺了 你看他按摩拉路 比秦翰還帥 是 我跟各位講 今天這些還不給台灣人看 蔡英文執政了可以這樣嗎 我跟各位講 我的書 我的書 用了一張 他不給我用的 來告我啊 就來告我 就說這個叫隱私權 公北賽庫 就是莫名其妙嘛 就說這個叫做什麼 因為下一張就是 像我剛剛給各位看 就是槍殺倒下去 那時候蔣介石就是一定要看你 槍殺前跟槍殺後的 就是每一個 政治犯被槍殺 都有這樣的檔案留下來 我希望各位支持我 我下一個書 我就想寫這些 留下這些 洋洋自若風範的 這些政治犯 他不敢 他不讓你看台灣人 乎乎飄太大 有多勇敢 為自己的理念跟理想 跟信念犧牲的時候 那一刻 是怎麼樣的身材 好 然後另外就說 昨天也講到 其實 我研究過一個叫 海若春的 你把 拿到他的答案 都是立可白 你去比對 他立可白貼什麼 就是 就是廖伯亞被保護起來 那你這個轉型正義嗎 因為他覺得說 這些廖伯亞是 當年的國家法律保障 現在繼續保 不可以 那你國家要有個討論 你沒有真相的話 做基礎 你是沒有辦法 處理轉型正義的 你也可以說 好 我們不再追究這些 廖伯亞的罪責 但是你要開放嘛 你才知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現在是連開放 檔案公布都不公布 你連讓研究者去研究你 都沒有辦法 所以 那你用的答案主局長 也是國民黨時代留下來的技術管理 蔡英文用技術管理 要有一點為什麼 聽話 就聽話 這樣子 他不用有政治決斷力 或者是福音你這個政治價值的人 這樣子 我一直在做你所說的 檔案要讓公開 既然有做中套奧 從二十五年去研究你 是怎樣 我也是跟你一樣的議員 就我接觸是這樣子 李登輝時代通過政治檔案法 只要三十年以上 就必須全部開放 除非立法院通過說 不可以開放 要立法院通議才可以不開放 啊這個是不是就是 最強而有力的武器 那武器比較好啊 啊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呢 我就碰到 就碰到這個問題是 他就給你用很多內規啦 遮遮掩掩 啊好像我們有通過什麼個資法 居然就用個資法來用在這些 過世的人身上 我跟你講這個是 二百五 民法是什麼 人的權利 始於出生 終於死亡 所以死人是沒有隱私權的 岳飛沒有隱私權 OK 結果我們的檔案局 居然可以公然違法 說用個資法要遮掩這些過世的人 的資料這樣子的什麼 身份證字號啊什麼的 沒有的 然後他就拿這個 不斷擴充擴充到去 蓋一些他不想讓別人看到的 那國民黨實在這樣做 蔡英文上來之後 你就回歸母法政治檔案法 三十年就開放就好了 結果他搞得更複雜 政治檔案法 他說要有個政治檔案法通過 我們才可以看這些檔案 亂七八糟 我跟各位講不要被騙 用答案法的母法 抓緊三十年就必須開放 不開放的要經過立法院通過 你再用一個政治檔案法 我跟你講 本身空母的時代 在座的各位都經歷過了 你是怎麼去區分政治檔案 還是非政治檔案 你明明說你經濟犯罪根本就是 有時候也是政治理由啊 那你那個要把他拿掉啊 多的是政府用什麼 違反治安法 再辦政治犯罪 那你是要怎樣 幾百萬分的女孩去區分 政治檔案跟非政治檔案 不可能嘛 你就要黑了洗肚 黑白洗這樣 洗到不知道要外出去了 我是覺得事情真的沒有那麼困難 可是我不知道他用這些老人 是真的不知道要外出去了 我真的是 但是 我作為這方面的工作者 我真的是很 也是很沮喪 我覺得 所以我就變成是說 我能做多少算多少 比如說這些檔案 我能拿到 透過尾程做展覽 我能拿到多少是多少這樣 你看我看我就忍不住 要跟你們分享這個 這是 這個人要唱三進節 黃秋悠老師 台南觀廟 這裡有台南人 台南觀廟 他媽媽 用薄 薄肉鬆去樓裡吃 她死了 有些兒子 那幾年之後 她這次觀廟會 育友出去 她媽媽說 她死的時候 搶了那個衣服 她趕盜 沒有那個穿 裡面有一件牌子 他媽媽才去看她 那個衣服 这条遗书 替你那些世众满地 一三三 生不用封万物后 但愿彻治而生死 生当云首死当解草 为无产阶体牺牲 为您解放我心机 真的是充满一个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热情 这个案好几个老师被枪杀 教科书肯杀落败 有什么都不肯杀 这才是台湾精神 什么是台湾文化 就是透过这些台湾精神 累积起来的就叫台湾文化 那这个是我以前做228的展览 因为早期的离买 早期的白色恐怖 有些还不能够申请 这个是挂在228里 我才有机会做228的时候 拿到这个 那现在这个 遗书如果在档案局里头 我作为研究者我也不行 我必须要家属同意 家属很多在美国 那如果死的儿子 我在死的儿子 都要抢老婆 我才能够付 你设下这么多门槛做什么 这就是现在的档案就是这样 所以我对于要不要研究白色恐怖 我也真的是很多的 我可能研究白色恐怖 可能不会当研究者 会变社会运动者 大家去打架一下 我也会透过档案 我去买 你会变社会运动者 对吧 梁美思 各位儿子 在这里的中文 今天我用五万 来听再去这个银港 我以前也不过阿姨来 对台湾回过来 差不多五点到辈 要七点到辈 对吧 我们在台湾就有信心 如果我在这里听他的银港 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觉 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觉 愿望我们俄外的这些 和志位的 我们大家参加很快的努力 我是说 像他这个年纪 在台湾青年 末日一半的 不几个 我都在这里 227那一天 227那一天 我们的王小姐 他发表一本岁 在228 我忘记两冠 一本岁叫做 光与灰尽 我不知道你有带这本来 因为很高兴 很高兴 光与灰尽 227 因为228 有几个多冬 所以 他一本岁 是正一天 有一个表 我去到228冠军 你们大家都 每个过去 看 我挑战 有很多的卫生 我就问 卫生 那228 那两冠在哪 他说什么 国家不行 我说 我说 既然灰尽 我说 哪有什么既然灰尽 我不知道 我说 那有没有 我把它逼给他看 有228的 既然灰尽 那 那 他说 那有什么 约束编 我说 那有什么约束编 我说 我去找 那 我找到 他在买尽 那里 车的地方 有一个 烧尽 板凳 那里 你拨手机 我说 我说 三 五 三 我说 叫 他 他说 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 我知道,我那天去聽我們的文秀者發表 我剛才都說的,光以飛進 我贏了這本書,我們大家有機會 可以買來看,非常好 我是在講講 今天在台灣,我是學校 我以前在教學學校 我以前是年教學學校 我退休了 我後來在Saint-Louis Missouri做 我去日本,歐斯坦,做我們當人的教學牧師 以及我曾在胡錦山和胡錦山 我坦白說,我們教學人 比較知道二、二百的事情 因為,每年差不多當中學和九學都會學班 像我在胡錦山和胡錦山的班 在胡錦山也學班 我們比較知道,其實九學是我的 如果有聽到一二半,總是說 能夠了解、瞭解、瞭解、瞭解 像胡錦山這些所跟我們講的 實在是沒有發展 所以我一天才有一個擔心 還不用幾年,不像這種研究的人 四國來演講 我告訴大家,台灣青年不知道 不知道是二百是問你們這些老的公共 哪有這種事情 聽到媽媽聽到話 所以我很願望 我們海外的台灣人 要怎麼來支持這個運動 要有什麼基本方式 所以,讓我們的年輕人一輩 會不會知道是二百 對台灣的監督和明明 會看一看 因為 所以各位,我在台灣在生活 因為我也有很多人到這裡 如果我們兄弟來你們這裡 叫我來,我就問完之後五萬塊 我們兄弟你們問 那是天明 天明就是我的兄弟 對啦 從來報告人知道 他現在第一歲了 他說我去學 你不要再問你 他也要來看看 好,啊 我是說 要怎麼讓海外 我們在這裡很屬於台灣 過敏的地方 我們的年輕人也不知道 對嗎 台灣的青年也沒有在關心 那個沒有關心 會不會反映 現在 最近 我們的習大佬 一直說 什麼 兩岸一家親 什麼親的這些 大家請問 不錯啊 有很多現象 我都說 是很可怕 在我們台灣 有錢 有錢 大家都可以叫他老伯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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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我老伯 都可以 這樣 這樣一個精神跟文化下去 台灣有什麼政策 不怪我們大家都快走來這裡 啊 啊 我也快走來這裡 啊 當然 啊 我願望我們 可以 跟 那些文修 有機會 參加 參加 要安裝 佛日日辦 精神 和基本的 理念 有機會 讓大家 共同 我們了解 再過來 繼續 啊 我有到這樣 我聽他說 他要來錄三基才的演講 我馬上跟他說 黃小姐 拜託 我去旗金山 又沒回過 你去旗金山 沒回過 已經到了 所以 二三 就要去旗金山 那有兩條的演講 有兩條的演講 然後 他說 我們國略 去 拉斯維加斯 不是要去 Casino 不是啦 要去 Casino 那是拜託 那是 有機會 他在那裡來做演講 我們大家 要跟這種 的成人 老實說 多多鼓勵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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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的教育室裡面有什麼感覺在教育室裡面 我的了解是三五行而已 我還在說七個血案 所以我就是很氣憤的時候 一直沒有講到我說的重點 然後就是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看過一個版本就是一開始說是外星人紅打 後來就是屠殺 所以你看的人也是不知道什麼和什麼 所以這是很大的問題 我給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就是 剛才有書講那個光雨灰燼 零年中和他的時代 我把那個電話起來 我看了一個簡訊說 三民書局說要把這些內容 現在你不教科書來 對 歌嫂說好像有一點小小的感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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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對 台灣有台灣的人 有台灣的時代 四法肥的料 但是最新加拿了兩百份 東北症同學 我去年時間 跌節時間來 很快 今年實在很不好意思 我4月16號要去聖年教會 就只能讀書會演講 喔 台語 對啊 我這次在美國兩個禮拜而已 不過我願意做禮拜二天 所以如果有機會 如果有這個機會 我都會過來這樣 你就不用客氣這樣 我自己就是做禮拜二天 就是我未來的 祝你做禮拜二天 都希望還有機會 那也很感謝我們 因為我吃了一千年 五十年來的禮拜 我沒有講解 你在禮拜同學沒有什麼禮拜 這個禮拜我 十幾年以後 二十幾年 我吃了一些 有時候都在禮拜的時候 還會嚇一跳 嚇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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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懂得到 他不是那些官方式的 我一定是官方 你說這位選我 有什麼人 台灣精神報1990到時 國民黨的羊 你都去選 選他們也是國民黨的羊 民權 說到什麼千載計畫 是幹嘛那麼做 我看你有心痛嗎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 是後現代的時代 因為你說這個 我這個年齡的人很愛聽 很感動 但是要一代一代的 沒有什麼風範 後現代 你看 不一樣的思想 所以你這次說我都感動 那你還要另外的 他就感動 那你還要叫總統 所以就是要信上帝 上帝他 他真的算帥 好多一度 這很重要 你說要唱要唱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我有很感動 2004年 一直趁在第二任的時候 我在巴勒斯 和酒館 回到台灣 唱到音樂比賽 然後就是後來就是 228紀念館 我們在那裡 有一個人說 三千千 我很驚訝 不過我做得那麼好 我會越想越想越想 還要知道 我就是 他在策劃 真的 這個228紀念館 要來得比較好 我不知道現在 那是2004年 他在策劃 非常愛 所以我跟各位觀眾見過 我們裝針票要改成 二番茄 所有的一件 什麼 我現在 我現在 想這個想法 要跟他 政府說 你怎麼做 沒有人也在反對 你講這個 同事 要跟他親愛 預約 我沒有親愛 跟他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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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流的從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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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感謝大家 時間 差不多 跟大家深深一起講 謝謝